观众朋友 今天好热 对 今天明天会是这个星期 温度最高的时候 今天高雄几乎要飙破40度的高温 而在台北市 体感的温度更是高达41度 在这个时候台电推出了节电政策 说每天下午2点到晚上10点 要你挥汗换回贵心 你愿意吗 这是不是缺电的代价 今天我们告诉大家 下个月核三的一号机除一之后 空出来的95万千瓦的 供电缺口怎么办 少了每度一块多的便宜核电 改买一度四块的卖辽燃煤发电 代价就是220亿 大量购电的结果 就是造成全民荷包大破口 今天请仁俊来告诉我们 政府没帮我们拨算盘 告诉人民说清楚的事 我们今天算给大家听 其实只要听到节电这两个字 说实话我们大家都举双手赞成 因为能够节电 我能够节省我的电费 但问题是台电推出一个新的节电政策 在网路上却引发了讨论 简单的说法 他就说我们现在这个电力系统 不是大家都讲说 夏天大家在频频开冷气 可能用电会紧缩 那结果他就说 当你电力系统有需要的时候 你今天客户可以自己选择 跟台电签约 就我家有几台冷气 你可以跟他签你知道 他用一种方式叫做远端自动 将你用户使用中的智慧冷气 切换成为送风模式 或者关机 所以他到了这个时间点 经过你的同意 他可以远端从这个冷房变成送风 也就是他有一个用电管家 简单的说 叫做冷气管家 如果觉得电力上有需求的时候 我自动在远端不用透过你 因为你就跟我签了同意书 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家现在在冷气 但我评估的状态就像 你家的冷气可以不用变冷的 变送风或者是关机 而且他执行的时间 是在7到11月 时间是每天下午2点到10点 我先讲 刚刚为什么在网路上引发讨论 就是第一个 7月到11月 不是当时吗 这最热的时候 而且每一天最热的时间 又是下午2点到这个晚上 因为如果你2点很热 我跟你讲 像我自己的状态是这样 我如果白天都没有开冷气 晚上大概7、8点的时候回到这样 我跟你讲 你冷气就算开3个小时 你房子也不会冷 尤其我坐在顶楼 其实我一想到 7月8月你跟我谈节电 然后节电的时间是最热的 下午2点 太阳下山到6点 7点8点 都还很热 你会愿意为了节电 赚一点点的这个所谓的回馈金吗 很多人在这边热议说 你政府这时 你要跟我划节电 你是不是电没到 所以拿一点点回馈金 要我帮你省一点电呢 当然了 大家会很好奇就讲说 你在节电我到底能赚到多少吗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你以为你可以赚个几千几万块吗 其实没有 多少钱 因为它其实换算过来说 你每个月如果累计节电量大于2度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它有一个计算公式 什么扣掉扣掉 最简单的来说 如果你是按照它的公式来说 每个月可以获得节电回馈金大概88块左右 你知道在网路上面事实上有些民众讲说 对你推出来这个方式很好 但问题是时间季节是不是有点不太对 甚至于有网友讲说88块 我买一杯冷饮 可能都不止这个价钱了 那你要我这样牺牲 就是说我可能回去再开店 我要耗更多的这个店 来让我的那个冷房效果能够达到的时候 那我要怎么样去赞成你这个 所以你知道他们现在全台推出限额2万台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额满 好你看到了 这个用电要开源节流 当然要开源节流 继续我请任俊 好好的帮我们来算一算 马上很迫切要面临的考验就是 下一个月和三的一号机就要除役 除役之后空出来的95万千瓦的供电缺口 怎么办 台电跟我们讲说 我们就买卖辽的燃煤供电 不是买就买 那个是明指明高 但问题是你现在这个质疑点 在政府来讲不是买就买 因为我就是要买 那现在看起来台电家跟这个所谓的 卖辽电厂的燃煤机组继续续续约 那当然他们原先讲法是我们本来就有合约在 但是之前所签的这个电力的部分 事实上并没有达标 所以他们用这个理由来说服大家讲说 我可以来继续续约 所以他现在说这个卖辽电厂的一号机 预计从7月开始会再演绎一年半 当然就他的算法就是我们现在陆续 有一些新的这个所谓的机组也会进来 那你陆陆续到了之后 你刚所提到这种所谓的发电的缺口 就可以补足掉 而且他说我预计可以发54亿度的电 那问题是现在大家就很好奇 说我今天跟你这个民间电厂买电 买电一定有其成本 那现在如果按照一般正常的这个推估 因为你还是要以他这个整个监约的价格来计算 但外界就在讲说如果你现在每一度花4块 4.15块4块多这样就跟他买 你很有可能为了要发54亿度的电 你要花超过220亿的价钱去跟民间买电 这个就是我刚刚一开始跟大家说的 便宜的核电现在就不用了 现在发电挑贵的买 而且你知道我们其实刚刚讲核电现在平均计算的 每度的成本大概是1.12元左右 那你这个价差里面是不是就差不多有在三块钱上下 而且你刚刚所提到其实不只是钱的问题 我们现在不是要求要节能浅碳 甚至要把这个碳排的部分减涛到最低 那你燃煤机组的部分 你本身就会造成环境空气跟这一些 一些这个所谓污染的状态 所以就有让大家就讨论这种 你的经济部长郭志威不是也都讲过吗 说如果我今天法律允许的话 事实上也可以研议啊 还有你今天这个所谓的赖清德的委员会里面 不是也说要把核电这个东西 大家都可以拿进来讨论 为什么在这里你今天就已经决定 你要用签约的方式来延续燃煤机组的寿命呢 所以大家就在想政府不是今年才刚刚 核拨签议去救台电吗 照理讲开源节流是你最重要不过的事情 可是你不是在开大条 大家就在想你这样不是本末导致了吗 而且补贴对很多人来讲就是杯水车薪 因为你长期的整体的结构 基本上如果不正常的话你怎么办 好台电说没关系啊 那我就开源节流 它怎么个节流法你知道吗 现在居然传出来讲说台电原本今年 预计要亏损2124亿啊 那你四月不是调涨电价吗 那你有补足这个收入 大概补了600亿进来 加上你刚所提到的波补1000亿 你亏损是不是达到所谓的500亿 可是大家一定会算说你亏损还是500亿 对不对 那你亏损怎么办 他说没关系 他之前其实台电有些政策是针对 社福机构啊 学校这些有一些就是要用电价补贴的方法 结果没有想到啊 现在台电也要正式发案给这些主管机关 教育部啊 农业部这些单位说 我原先给你的这个社福学校的这个 这些单位的电喔 电价不好意思啊 我要要求要检讨这些优惠 而且呢要求各单位自行编列预算来处理啊 那我会讲实话 当你又叫人家来编列预算的时候 预算从哪里来 公部门的预算不就是人民的纳税钱 所以你等于是又变相的讲说 我现在不再补贴你了 然后从这一边挖帐 那个帐上把钱挖过 可是那边挖洞 挖开的洞谁要来补 还不是要用预算回去补吗 结果就说如果台电这样 不再给这些所谓的社福学校这些 他有可能会省下42亿元的这样一个支出 刚刚220亿就这样花下去了 来省这个42亿就是我说的 开大条的 账这条的啊 而且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我们在调涨电价的时候 不是蔡政府那时候 把那个高中以下的学校立为洞长 然后后来电价再涨的时候 又把它扩道到农渔业 跟社福团体跟大学 结果2022年的时候 那个调整这件事情 2023年调整 2024年台电说变就变 说我没有要补贴给你了 那所以就回来 你今天500亿 你今天就算你补回42亿 你还有400多亿的缺口 台电你看到了吗 所以旺辰你来看 220亿去买 卖电的燃焙发电 省这个42亿说 你们这些相关的社福机构学校 我不再补助你们了 这就是我说的啊 开大条的 账小条的啊 你怎么看 现在看起来台电真的是非常荒谬 你为了省那些小钱 但是你失去的是非常大的钱啊 上个礼拜台电开股东会 哇 股民直接炸裂 拿了白布条 你看到这个曾文生 董事长曾文生的面前 直接拉起白布条抗议说 抢救台电 曾文生你要下台 为什么那么生气 10几年 20年没有连到股息 台电的股息了 你知道吗 在场这些朋友 都是台电非常资深的股民 但是你要想 台电亏损连年 也变成说 他们连股息都拿不到 股息拿不到没关系 可是我对比一下 台电发年终奖金给员工有手软吗 没有手软 平均一个员工 可以领到4.4个月的年终奖金 你说这一幕看到这些老股民的眼里 会不会吃味 一定炸裂嘛 所以大家会说 你现在台电到底在做什么事情 你是不是要好好想办法 我就问 今天如果郭志卫 他过去是从民间来的嘛 你现在经济部长 如果台电真的是你的公司 你会让台电这样干吗 当然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 因为你发给员工 我今天公司亏损了2000亿 你还发给员工 4.4个月的年终奖金 不可能 那再来 这个年终 股息的事情 我刚刚查下资料 即便你发5%的股息 也才多少钱 1.3亿元 可是你一年亏损 亏了2000多亿 那根本占得非常少 只是你要不要发而已 那现在问题回来 像小股东像说 我这19年 我股息都没有理 我都领什么 领纪念品 纪念品什么 袜子啦 锅碗瓢 我要这些东西干什么 我要钱才对嘛 所以我觉得台电的改革 真的势在必定 你不要让那些股民 每一年都好像心在唐醒一样 这个时候我就要逆风来讲几句话了 我今天已经亏了两三千亿了 你还要我发个5%的股息 我怎么挤得出钱 第二 我台电我听命做事 我是听话照做 你要我非核家园 我就非核家园 结果赔了一屁股 你要我怎么办呢 秀玲 我觉得这件事情 是让人家看了 真的是非常的难过 不管是台电的小股东 或是台电的员工 大家现在计较说 台电的员工 为什么可以领4.4个月的年终奖金 那股民为什么一毛钱股息都领不到 不管是小股东 不管是员工 其实在这整个结构当中 政府的能源结构错误的当中 都是受害者 不管是股民还是员工 那现在呢 第一部长郭智慧告诉大家说 我们台电的绩效不错 那为什么会亏这么多 那为什么呢 绩效好的公司 还亏两三千亿 到底怎么回事 就郭智慧告诉大家说 因为他们做了很多政策 政治上面的配合 我如果把这些拿掉 把它推回去的话 台电还是赚钱的 所以呢 我只要没有这些 政治政策的干扰因素 我台电本来就是会赚钱的 这是另类的电脑兵推吗 这不就是郭智慧 自己讲出来的诚实豆沙包吗 所以呢 因为政治政策的配合 害台电亏两千多亿 那个账单麻烦 请寄到民进党中央党部 好不好 这个反合审主牌 造成了台电亏损 造成了股民 没有股息 造成了员工拿4.4个月的奖金 还要被其他人消遣跟修理 我觉得这些都是上有错误的政策 由股民 由员工来承担的一个不仁的事实 五七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 君相又来了 谢谢大家 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 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 破百万 多不容易 你知道每一天晚上 9点到11点 他在播的时候 我要盯着直播人数 升还是跌 一觉醒来我要去看 有多少人来点阅 一段时间 你们给了我百万的订阅 真的无限感激 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 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 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 来支持五七报新闻 君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 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 C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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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订阅